于心不忍 絕對不是一個 送不送負義案的理由 那時候很多人都要我提負義 那你怎麼不提呢 我認為 難道你沒有提負義了 大家都沒有提負義了嗎 我當初如果提負義 一定又是罵得體無完膚 因為你是怕被罵 所以不提負義的 那是怎麼樣呢 現在你已經開始說 又要去釋憲了 請問是這樣嗎 蛤是萬不得 我釋憲是您說的呀 如果總統一直告訴你說 不行我堅決反對 你會跟總統硬槓到底嗎 那我會 那如果總統說不的話 你會下台嗎 總統叫我下台 我們支持的是誰的版本 議案委員的版本 哪月委員 我應該沒記錯 就無力保護 不是啊 是成英委員的版本 成英委員的版本才是列萬 那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 這就是搞了一個天大的窩龍嗎 天大的窩龍啊 原來你們早就跟這些委員們 溝通好了只能4萬 早講啊 早講啊 那第一個想要問您喔 總預算目前因為這個禁法補償條例 已經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那行政院也沒有提出複議 總統也已經宣布了 但在行政院呢 卻沒有編列預算而卡關 目前尚未開始審查 我想問一下院長喔 憲法當中呢 我們提出複議與否的理由 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行政院認為有自愛難行的時候 沒錯 在第三條呢 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 如果認為有自愛難行之處呢 得今總統何可 那已請複議 那所以呢 於心不忍 絕對不是一個送不送複議案的理由 院長您同意嗎 各位委員報告 您不知道那天在參會上的現場 為什麼我講出這樣的話 那請說說 因為當時是說 我當時行政院沒有提出複議 所以現在我們在談這個事情 好像我們在法站不住腳 我是說那時候很多人都要我提複議 那您怎麼不提呢 我認為我可以跟大院來談 我們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讀通過的法律 要怎麼用其他的方式 當然 當下如果您覺得自愛難行 就應該要依照憲法來提出複議 為什麼您不這麼做呢 因為第一個 我當時認為這個與憲法與法律 都有所違背 但我們再換個場景 如果我當時提複議 在大院的部分委員 對我的批評又是另外一個 那難道你沒有提複議了 大家就沒有批評了嗎 我當初如果提複議 一定又是罵得體無完膚 所以你是怕被罵 所以不提複議的 我認為我們有好的方法 那你剛剛就是這樣說啊 你剛剛說 因為會有很多人批評你 所以你不提複議 但我剛剛重複問你一遍 你又說不是 那是怎麼樣呢 不是我剛剛說了 我認為我們有好的方式 可以好好的談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覺得現在目前是好的方式嗎 現在你已經開始說 又要去釋憲了 請問是這樣嗎 我說那是萬不得已的事 萬不得已 那你覺得什麼時候是萬不得已 我還是非常如果我們得不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比方我說 只要未來 不要用這種提議或立法的方式 來 只要未來 以後 以後 好 那我想問一下 最近您講了一個說 禁法補償並非一毛不編 那可以編4萬 那請問您所說的這4萬 是在哪一個 是在法律之下 按照預算的編列編4萬嗎 還是他是用什麼一個框架之下 第一點為什麼說 行政院不是一毛不編 因為黃國昌委員說我們是一毛不編 那那那怎麼 第二個 為什麼我說編4萬 因為依照預算法91條 立法院對預算的稅出稅入有所變更的時候 必須徵詢行政院的意見 當時我就說 如果我們衡量所有的狀況 由3萬調整到4萬 行政院是同意的 那我請問一下 你這個是在禁法補償條例裡面 提升到4萬 是這樣嗎 跟您做個確認 如果當時的協商 當初在法律討論的時候 修法的時候 行政的立場是 我們同意提升到4萬 好那了解了 所以你現在是這麼講嘛 但是呢問題是 我們今天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是釋憲的話 您會徵求 徵詢賴總統的意見嗎 或者到目前為止 您有沒有針對 進法補償條例 跟賴總統進行過討論 我們在不複議的時候 有跟總統報告 因為 不複議的時候 因為複議要經過總統同意 所以總統不支持提出複議 我說我不提出複議 所以你不提出複議的時候 你向總統做了說明嘛 那總統的態度是什麼呢 總統讓尊重行政院的 尊重行政院 所以他也認為 你不提出複議這件事情 是他認為認同的 他認為這一部分 那接下來 如果你在走到 所謂的最後一步 要釋憲與否的時候 你會再去向總統報告 我當然 基於政治的倫理 是 你會再向總統報告 所以到時候 如果你釋憲的話 我是否可以理解為 總統也同意您去釋憲 不必這麼理解 這行政院 基於行政院的職權地長 我們總統報告 我們的決定 對 那總統如果告訴你說 我不同意你們去釋憲 那你會尊重總統嗎 我跟總統會講清楚 行政院為什麼決定 要提出複議 那如果總統還是說不要 我還是希望 我還是希望 我不必做這種報告 我還是希望 我在跟你討論嘛 我在跟你做各種討論嘛 因為這都有可能發生 因為釋憲這兩個字 不排除釋憲是您說的呀 不然我也不會問您這個問題 不是嗎 那所以我有用嘛 釋憲兩個字 不排除釋憲幾個字 是您說的吧 釋憲這兩個字是憲法賦予 我們各種釋憲 那您是不是今天 昨天這兩天就談到說 最後不排除釋憲 有沒有這件事 我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不得已的情況 不得已的情況 不得已的情況下 不排除釋憲 那您剛剛說了 如果不排除釋憲 要釋憲的話 您會向總統報告 基於政治倫理 也就是說 如果最後走到了 那真的不得已的 那波尼去提了釋憲 是賴總統所同意的 可以這樣解決嗎 是我所決定的 是你所決定 但賴總統同意 如果總統一直告訴你說 不行我堅決反對 你會跟總統硬槓到底嗎 那我會跟他很清楚表明 行政院的立場 那如果總統說不的話 你會下台嗎 如果總統有其他的意見 他不會跟我交換意見 但是那個結論 不是現在我所能跟您報告的 沒有我只是跟您做一個意見上的交換 所以如果總統反對釋憲的話 您會下台嗎 總統反對釋憲的話 對 就是您說您要釋憲 跟總統說他反對 總統不必反對釋憲 總統叫我下台 我就下台了 好 就你這句話 那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講到您說 四萬元這件事情說可以去編 那請問 在當時在討論 進法補償條例的時候 您有去跟立法委員們溝通嗎 我們跟民進黨黨團 有請他在 你跟民進黨黨團溝通 來我們看一下詐騙好不好 請問您知道這兩位立法委員 是哪一個黨籍的嗎 所以我跟很多委員報告過 這件事情不是黨派之分 不是這個黨籍之分 請問這兩個委員是民進黨黨籍的 那他們人在哪裡 在做什麼 對 他們是民進黨黨籍 那他們是代表原住民 提出這樣的想法 他們提出的版本是幾萬元 這件事情不是政黨的立場 來他們提出的版本是幾萬元 他們提出有提出六萬元 提出六萬元 請問行政院有向他們去做溝通嗎 有然後結果呢 他們就是認為他們應該可以 那你知道整個民進黨 有多少的比例的委員 有做連署嗎 我知道 多少 總共有好像七十幾位同意吧 沒有那麼多啦 七十幾位 總共啦總共 七十幾位 你確定 是不是這個提案 這不是 七十幾位 我們立法院 一百一十三個立委 如果七十幾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的話 不是 我說全部 沒有我問的是民進黨 我說 因為這不是黨政黨的立場 你說我問我 我現在只請問 你只要回答我的 你只要回答我的問題就好 請問民進黨有多少的立法委員 又連數六萬元的這個法案 六萬喔 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數人頭 你不知道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好不好 總共呢 有百分之三十 有百分之六十趴 百分之六十趴 有三十三位的立法委員 來我們看一下哪些人喔 三十三位的立法委員 加入了提案的連署 佔了民進黨立法委員的六成 那呢 我們國民黨最後支持的版本 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支持的是誰的版本 就是大家討論過六萬的版本 是誰的版本 提案委員的版本 哪一位委員 我應該沒記錯是武立法委員的版本 不是啊 是陳寅委員的版本 陳寅委員的版本才是六萬 高金素媒委員的版本不是六萬 比六萬少 更接近您的目標跟方向 高金素媒委員 當時跟我們講的版本是五萬元 我相信已經有人去跟他溝通 所以是五萬元 更接近您剛剛講的四萬的目標 可是當時我在現場 我在立法院的現場 我看到了什麼呢 我看到了 欸 既然民進黨他們提了六萬的版本 那 乾脆多給原住民一些幫助好了 我就支持了民進黨 結果沒想到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們的溝通 你有去找過民進黨黨團溝通 然後民進黨黨團應該也要跟這些委員講 他們提了六萬 還有六成的民進黨立委支持 那你今天怎麼跟我們立法院說 有溝通呢 這就是我們現在覺得非常非常尷尬的地方嘛 是我們透過民進黨黨團有清楚的表達行政院 那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 那他讓所有的人跟著一起去投了他們 欸 我們國民黨的也跟著他們去投 我們不分黨派一起幫助原住民 在五萬跟六萬之間選擇了六萬去支持原住民 我沒有說這是政黨的問題 他就是因為不是政黨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去支持了民進黨的版本啊 不是政黨的問題 就不必一直提多少民進黨的委員的問題 沒有沒有我只是想要告訴你說 他就是超越黨派的 民進黨很多人支持 國民黨也很多人支持 然後我們當下看到 既然民進黨能夠給予原住民更多的支持 我們就來支持跨黨派的版本 支持民進黨 結果原來你們早就跟這些委員們溝通好了 只能四萬 不早講啊 早講問題就不會發生了不是嗎 我們有跟民進黨黨團表達過清楚的意義 那這兩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你們以後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我還有很多的問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喜歡KS 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好 你呢 我自己歡迎 我回到找我 我們好 你和你 為何 對 你 你 一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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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